诸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跟听众大家好 我是傅和林傅老师 非常欢迎大家再度收看 环与惊奇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太阳 这个太阳不管是睁开眼闭着眼 都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大家都知道太阳它给我们光跟热 实际上我有红字 太阳是一个一直在变化 Dynamic一直在变化的扭曲磁场的系统 因为它扭曲磁场 所以它就像一个大的发电机一样 产生很大很大 我们难以想象的能量 那太阳看起来好像在那边就是圆的 没有什么变化 实际上远非我们想象 它只是一团发光的电浆 它有太阳焰 有细丝 有日耳 有黑子 还有日免喷射物 这些东西 让它成为地球能源之母 我们很简单看这张照片 太阳是一颗恒星 它是由氢氦跟其他重物元素 组成那个白质的一个物质 一个mass 那么太阳系里面第二号人物叫做木星 这个木星当年在太阳系成型的时候 跟太阳是兄弟 那么互相要抢第一名 什么叫第一名呢 就是本身要有核融合的能力 它要能够达到核融合的所谓的critical mass 临界质量 但是木星就差这么一点点 结果被太阳抢走了 所以太阳现在是恒星 而木星也是气体的行星 但是它绕着太阳转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这张图就告诉大家 全世界你要看到太阳 你必须要望远镜 可是实际上 太阳的黑子 在中国 我上次讲过 在中国甘德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太阳黑子了 西方一直要到有了望远镜 他才能够看到太阳黑子 那这张就是西方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 1609年 伽利略 他改良了一个荷兰人的望远镜 把他的倍数增加 所以1610年 就用他改阳后的望远镜 观察到了一些 很奇特的太阳的现象 紧接着1159年来 人类发现了 太阳表面 1859年 太阳表面还有很多黑子 而且这个黑子 造成59年的卡林顿现象 紧接着 我们先看看 在我要回溯一下 这个伽利略之前 带来左边这个字 西元前的450年的时候 人类一直以太阳为中心 第一个 然后1453年 哥白你就提出了 对不起 太阳才是我们整个太阳系的中心 伽利略是他的支持者 当然这两个人结果都不太好 到了1700年到1800年的时候 科学家研究了太阳会发射出光谱 这个光谱里面有黑子 而且这个里面可以追踪 所以在这个时候 人类开始注意到 太阳会影响到地球 有一团黑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 就是所谓的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 那紧接着1868年 这个美国有科学家 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人 叫做海尔 这个海尔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研究黑子 会跟磁场有关系 这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那因为这个关系 他也是 当然他能看到太阳黑子 他一定眼睛不是那么好 他一定有什么设备 他就是望远镜 所以他对制造一流望远镜 他是一个专家 你只要问到这个Hale很有名的人物 紧接着到了1920年 1930年 人类已经知道 太阳本身利用四个氢 融合成一个氦的重金属 产生核融合的效应 产生巨大的能量 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为什么要这一页呢 大家看上最上面叫天空实验室 Skylab 大家注意到你用Google去查 叫Space Lab是看不到 你用Skylab SKYLAB 就可以看到天空实验 我为什么要讲它呢 它是从1973年的6月14号 到1979年的7月11号 因为大家知道 1969年 美国登陆月球 紧接着到阿波罗的 10 15 16 17 以后就停了 1972年以后就停了 停了以后 这个土星5号 还在那边 还可以作用 所以美国NASA 就利用这个土星5号 希望能够发展出一种最原始的太空站 它的目的是什么 观察太阳 他们都知道 你如果想要走出地球 那你一定要了解太阳 太阳有的时候跟你来一下 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你的太空人就很危险 你根本出不了这个地球 那这个Skylab有77吨 周期当然绕地球 93.4分钟一圈 那高度大概430公里 这个比国际太空站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那么倾角是50度 那么在太空停留了 注意2249天 这个里面 它分别送了三批太空人 143个人 33得9 SL2 SL3跟SL4 那么它执行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观察太阳 结果来 不能说是断雨而归 它实验做到最后 它原来预计还要继续延伸到1983年 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的太空梭是1981年开始首航的 它希望延续到跟太空梭结合 但是对不起 天不曾人愿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在1973年到1979年之间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 对于太空的 对于太阳的了解还不多 所以对于太阳 它会产生额外的热 而造成人造卫星 以及太空船轨道的突发改变 远非他们所想 预料之外 所以说Skylab这个轨道 就整个改变了 很危险 慢慢会坠入到地球上去 所以提前坎咖 这是美国最早的太空船计划 我写在这边 然后紧接着看到后面 苏联国际太空战 以及中国的天宫一天宫二 这里面要看到这个盾位 在1973年的时候 美国的土星五号 也可以打77顿的太空船上去 第一个太空船 然后但是呢 苏联密合并号太空船 1986年将近比美国晚了 大概将近七年六年左右 他已经到了129顿了 他用直直火箭 然后这个直直火箭呢 也是把国际太空站到第一个组舰 也就是曙光号 他自己俄罗斯的先上去 19顿 但是国际太空海总重是420顿 他是分批上去 但是美国呢 土星五号77顿 是一次上去 是一次上去 密尔太空站 129顿 也是部分上去 大部分 整个合起来 129顿 然后中国的天宫一天宫二 大概目前是8.6顿左右 好 我们先看下一张 这张很简单的介绍 这里面主要强调介绍黑子 太阳的黑子是一个很关键 大家看到 1610年伽利略就研究了 我们的甘德在很早几千年前 就研究到了这个黑子 这个黑子呢 是散布在光球层 光球层上 一种对流单元的强持 一个主体 一个群体 它每次出现 你看这个最下面 就是它黑子 这个放大 经过美国的动力实验天文台 照到的黑子 然后右边就是发生黑子的效果 这个黑色 黑色相对来讲 温度比较低 它温度为什么比较低呢 因为它有磁场强力的 在作用它们 所有 它能够产生 所谓叫凉爽的暗躯 然后像太阳 因为它这个能量 已经吸收了一点点了 所以试出去的能量比较少 这让我们对太阳做个很简单的了解 太阳可以分成它的内部 它可以分成它的大气层表面 以及可以分成它的外部 就是日面 首先我们看左上方 太阳内部 我们看中间好了 中间是太阳内部 是日核 是核心 它产生核荣核 产生极高的温度 那紧接着来左上方 太阳内部有对流层 然后有辐射层 那么辐射层 它能量非常的缓慢 它要把能量从中心 向外辐射到表面 注意 向外辐射到表面上 要花多少年 各十百千万 十七万年 它要把它辐射到表面上 十七万年 这中间为什么 中间上面有一个对流层 对流层 它就是把整个的能量 有一个圈也会圈来对流 对流的移动 冷空气也在里面 然后对流移动移动 产生了磁场 所以这个里面的磁力线 就在这个里面大量的出来 然后紧接着 我们看左下方 左下方的是大气层 大气层是日缅流 就是它跑出去外面的 日缅的Krona 向外流出 它是一种垫浆 这个垫浆被磁场塑造成锥形 然后我们称之日缅流 叫做Krona Stream 它可以深入太空 多少 数百万英里 我们看右边 右边下面 太阳大气层 主要是射球层 射球层 这个射球层 基本上上面有磁场 一条条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磁场 但是它还有一颗一颗的东西 一颗一颗的东西 有电离的一些粒子在上面 而呈像耳朵一样 耳丝一样的东西 我们叫做日耳 这个日耳沉吸以后慢慢慢慢的延伸能量够了 它就形成了热免 成了Krona 然后Krona能量再大了以后 经过散验 它就会喷射出去 而产生Krona Mass Ejection Cme 那么这个Cme一块的东西 它将应由2000 注意哦 2000亿个广岛核子弹的能量 它Krona打出去 大概有的时候5分钟 有的时候10分钟 有的时候19分钟 可以打出去这么大的能量 然后最上面 右上方就是日勉 日勉基本上 它是一些已游离的元素 美国NASA利用X-Border的望远镜 仔细看到这个日勉 然后这个发现这个日勉在整个的 这个跟太阳黑子的变化上 有密切的关系 OK 好 我们大概看一下 然后再看看图片 这个就是日耳 一个像丝一样的东西 你看看 像一个龙头一样 这个日耳 它慢慢慢慢 这是比较厉害的日耳 所以看得很清楚 在太阳表面 打出来了以后 它慢慢慢慢就会变成日勉 Krona 那这张图呢 就是它打出来以后 这个很大的能量 就成太阳打出去 这是太阳风 那这个太阳风打出去以后 太阳高层的大基层 射出它 这里面主要的含量是电子跟直子 那么这些东西呢 会随温度跟速度而做变化 注意到它不是直线型 它不是直线型 它是一个螺旋型 Vortex 一个螺旋型 而且等一下回放最后一部影片 美国Parker太空船 已经讲 发现到一个现象 越接近太阳时候 它这个螺旋型的尖端 会成直线直接打出去 而不是弯曲线 这是最新的发现 这就是2019年12月 Parker船会来看到的 第五个重大的发现 好 那下面我要介绍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美国一个太空船 叫太阳动力太空船 这个叫做 Solar Dynamic Observatory 研究太阳大气 以及对地球空间的影响 这是2010年发射 这两张照片 第一张 左边这张 就是日耳 一个王一个耳朵的耳 然后这个日耳形成以后 变成一个日缅 看到没有 然后中间它的磁场 在里面剧烈的变化 每一根很细很细的 是它的磁场 这个里面 我有红字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 美国现在正在研究 从太阳来研究 如何磁存 除磁能 我们现在讲太阳能电池 电动车 要把能源接收 接收起来 怎么样接收呢 把电池存起来 叫离铁电 是什么电池 现在这个最新的科技 储存磁能 现在美国正在研究 但它结果没有公布 好 这张照片 这个是看到没有 这个左边这张是今天的照片 右边这张是昨天的照片 因为我刚刚抓资料的时候 抓了两张对照 从昨天抓的资料 这是美国SDO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 这个太阳的工具 左边这个 上面已经有两个 corona hole 有两个 我们叫做日缅洞 黑色的 磁力线从这里面打出来 但是右边没有 所以说 虽然两天不同 左右两天不同 但是这个东西 它影响的结果也不一样 这是现场 直接抓出来的 这两张照片 就是SDO 照出来的 你说傅老师 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太阳呢 注意到 太阳 实际上 它不但会带给我们光跟热 大家注意到 我们一天到晚讲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如果我们用再生能源 就是利用太阳的 所谓的风力发电 用太阳能发电 虽然这些是间歇性的能源 目前并不能够直接取代 所谓直接能源 为什么 因为它假如有一天 你没有风 没有太阳能 怎么办呢 但是它可以储备在那个地方 将来可以随时 我们科技发展到某个程度 可以接上去 大家知道 我们如果产生 用再生能源来发电 如果一度电 你用再生能源 你每一度电 可以减少 0.67公斤的二氧化碳 所以说对地球的整个 我们一直要讲到 什么是350ppm 这个二氧化碳 要降到这个level 跟再生能源的发展 有密切的关系 好 这是后画 那我们来看 这张照片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光球 注意 太阳 我们讲了 从内部的核心 然后外来就是辐射 再来就是对流 再上面就是表面 表面 我们只看到到光球 这个光球表面 注意到一颗一颗的 看到什么 你注意到这一颗一颗的东西 叫做这个小颗粒 这个小颗粒看起来不光滑 又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样的 一颗一颗的东西 这个叫做携带对流单元 这个它的顶部 从太阳深处直接加热 注意到这个能量都不得了 每一颗 这个像泡泡一样了 每一颗 20个台湾这么大 每一颗20个台湾 这个是2004年 你还写上92个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杂志上写的 然后这个光球 每一颗光球 大约跨越 这1000公里 1000公里 好 那么厚度有多少 光球的厚度大概是 100公里左右 我们太阳上 我们看过去的 可见光 我们只看到光球 我们看不到射球 我们只有在日全时 或者是中间被挡住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看到 什么 射球 所以只看到光球 那这告诉大家 太阳是一个气体的球 它旋转 不像地球一样 每分钟转多少圈 24小时 很均匀 对不起 它不均匀 有的时候快 有的时候慢 我们看右边这张图 那个红色的 跟黄色的 就是比较快的 这个旋转的比较快的 蓝色的地方 就旋转的比较慢 因为它是气体 好 太阳是一个大的什么 Solar Dynamo 是一个大的发电机 它因为扭曲磁场 切割磁场 所以产生所谓的这个电 所谓产生的电 那这一张呢 我等一下就要放第一部影片 这个是NASA呢 在这个2010年 SDO Solar Dynamic Observatory 的天文台 它做了一个纪念影片 把2010年到2015年 说时影片 告诉大家 这个多波段的望远镜 你们可以说往远镜了 天文台 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不同的光 吸收不同的这个特性 好 我们现在放下这部影片 从这部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太阳 你注意到 不同的太阳 这个发亮的地方 就是它的闪焰打出来 闪焰打出来 然后旁边 注意到旁边那个轮廓 轮廓外面 这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 可以看到射球了 射球一般是看不到 看到边上 然后它不同的光 你看到中间都是flare 然后偶尔打出来 那个就是闪焰 闪焰 然后corona 那mass ejection 就是CME 就是这样打出来了 这个东西 它用不同的颜色 为什么呢 这个基本上来讲 我们看到太阳表面的光球 大概4500个orchestra orchestorm 这是它一个单位 来看 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颜色 然后可以看到 它的边边毛毛的磁场 很多毛毛的是 它磁场的变化 蓝色的 这张照片就比较有意思 蓝色的跟紫色的 就是它用一种 x-ray的射线望远镜 去照 看到它的磁场的变化 那么 横横的条纹 看到没有 有一条条横横的条纹 代表它磁场在里面 热烈的变化 所谓的corona hole 这个就是它黑子 黑子在上面 很安静 没有 一堆黑子出现 一团黑子 然后黑子反过来 你用这个 这个紫外线望远镜 或者是 高光谱的 x-ray望远镜 看到了一个黑色的洞 就是corona hole 就是日缅洞 这张就是看它的磁场 大团的地方 就是磁场的变化 磁场变化在哪里 就是黑子区 然后再看 这个地方黑黑 有很多条纹 就是corona hole 不是一个洞 它可能是一个条纹 你看 刚刚看到 一红色的 然后冒出来的 就是它的flare 闪焰在打出来 闪焰能量够 打出来的 就是日耳 日耳变成日缅 日缅变成CM1 向外喷射 然后喷到地球 大概这一张影片 就告诉大家 从这个影片上可以看到 而且很奇怪 corona hole 有的时候 是在极端出现 两极 有的时候 在中间出现 是不一定的 所以黑色的区 你看 闪光越多的地方 代表太阳不稳定越大 它越会把大量的能量 抛射出去 就形成太阳风 打到地球 造成很多现象 但是太阳风 打到地球上来 基本上来讲 只是对电气有关系 其实并不尽然 我们知道这个光球 我们看到的光球 基本上来讲 五千七百度 只有五千七百度温度 可是到外面的射球 就变成六万度 射湿的温度 射球外面 再到大气层的时候 对不起 一百万度温度 你看 这很多 每一个颜色 代表不同的温度的变化 到了大气层的时候 一百万度温度 但是 corona mass ejection 日缅出去的时候 一百到两百万度温度 也就是说 它外面的温度 跟最上面的温度 大概差三百倍 比如说 我现在在一个烤火 对不对 离火越远的 基本上来讲怎么样 应该是越冷才对 对不是 它越热 所以这个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现在要打一个 PAC的人造卫星 太空船 去了解这个现实 好 我们刚刚讲了太阳 我们现在讲看 太阳周围的东西 这张是叫做日光城 注意看 只有Voyage 1 Voyage 2 只有两个航海家 有太空船 目前我们地球上面 离开太阳系的两颗 人造物体 就是Voyage 1 跟Voyage 2 然后注意到 最上面是日程尾 也就是它有个尾巴 叫做日程尾 我就不做解释 大家看一看 第二个 它有一个叫做Bull Shark 就是弓形正波面 就最外面的一层 弓形正波面 这个是我们人 一直在想象 但是这一次的Parker的人造卫星 基本上上去以后 对不起 它没有看到这一块 所以我们人类过去 一直做的假设的太阳的模型 是不是有一点点要修正 然后再来一个终端 Terminal Shock 有一个终端正波 这一块 然后一旦 我们怎么样 从这个高能量的粒子数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没有离开这个球 这个球是什么 所有太阳系都包在里面 外面的高能粒子 所有东西 在这个日光层顶 以及这个日翘 这个里面 就差不多 这个能量就开始作用 我们太阳系里面的这个磁场 跟太阳风 到的最大边界 以及外面高能粒子 在那边做 做这个平衡 如果平衡不了 外面的粒子 统统被挡在这一块 所以这一层的日翘 可以说是 保护太阳系 免受怎么样 免受这个 这个外面高能粒子的质点 这个高能粒子 达到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说科学家为什么要研究 因为人类一定要走出地球 一定要走出太阳系 如果要走出太阳系 你必须要了解这一块 好 这个我讲过了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美国又发射了一个人造卫星 这叫做星际边界探测器 简称叫IBEX 第一个研究这个太阳圈 也就是日翘这一块表面上的 有些什么东西 结果一发现不得了 注意到这个红点 看到没有 注意到这个红点 上面蓝色的字 它发现一圈 很窄的叫高能中性的原子喷流 从来没有发现 但是没有找到 弓形正波 没有弓形正波 那我现在这个 用个球形状况 注意到这个红色的地方 这一条红色的出现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所谓的高能 中性的高能支点分布的地方 所以代表是说 从日翘上面来看 太阳表面 在太阳风到达了最外面的边界上面 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红色的东西 远比其他东西还重要 OK 然后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可以看出来 太阳在极大变化量 因为太阳每11年一个cycle 叫太阳的cycle 周期 太阳周期 当太阳周期小minima的时候 注意到 看到没有 它外面的高能支点打上去 是不是黄色的就奔得很高 但是一旦太阳是到maxima的时候 它根本就没有 所以表示说 太阳minima跟maxima 可以说决定了 外面的东西打到太阳系来 再近来打到地球上来的几率有多少 所以这个仪器设备看得很清楚 表示太阳的周期的变化 对整个太阳系有密切的关系 可以保护整个太阳系 那这就是太阳黑子 活耀起 这个太阳最大最小 这个就已经有23个周期 然后这个最左边 1986年 这个是太阳很安静 也没有什么太阳黑子 所以太阳风暴也没有什么 但是在这个cycle里面 这是第23个cycle 然后到了2000年到2001年 开玩笑 你看 整个这个太阳宴 这个corona hole 黑色的那个动画 通通出现 所以这个cycle到最剧烈的时候 那下面一个 这个butterfly 这蝴蝶图也是一样看 但是上面一个 我们普通科普来讲 用上面那个看 就可以了 好 那这张也是一样 我们科学家一直在研究 这里面就牵涉到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这科学家但是还没有什么定论 1610年 伽利略的望远镜 看400年之间 做太阳黑子的观察记录 那太阳黑子少的时候 在1645年跟1715年 这个是小冰河时期 忍得不得了 然后这个北半球的温度 突然降低 高山的冰川 一直延伸到地面的农田 而且海滨 从百季海一直往南延伸 所以他们说 会不会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当然这个取得sample不过多 但是至少是一个现象 这个有多少证据 说多少话 那么这个表示说 天气会受到太阳的影响 也就是太空天气 会影响地球天气 那这张可以看到 这个太阳 用这个太阳的minima 在右边的这个变化 这张来看 这个是用SOHO SOHO的这个 这个天文台的一个太空船 1995年抓到的一个影像 看左边跟AB这两个图 那么A这个图 看到没有 这个是比较安稳的 但是它也有射出 Corona Mass Injection 这个flare 对不起 射出来闪焰 Sunflare 太阳焰 但是B就不一样 看了没有 它不但日缅 而且有喷发物 在上面一团的地方出去 这个是太阳的最大值 左边是太阳的最小值 在1995年的这个 第23个cycle里面看得出来 可以就从这个里面就看到 最大值跟最小值 太阳活泼性的变化 那么这张图就代表 你看左边 Corona Mass Injection CMV CM1已经打出去了 右边那个黑洞 右边有很多洞 看到 右边有很多洞 在那边形成 所以这张是NASA的 这个太空动力望远镜 一个全磁盘 多颇长的 在2010年的3月30号 拍到太阳的紫外线 用紫外线拍的影像 有红区 蓝区跟绿区 注意到这张里面 红色的区比较冷 那温度只有107500 540度 华氏 那蓝色跟绿色的区要注意 蓝色跟绿色的区 温度就高了 至少高出来大概两倍以上 所以这张图告诉大家 从这个紫外线 不同颜色的波段来看 颜色可以知道 它温度的高低 那这张就是看它的闪验 看到没有 它两个闪验 没有关系 看到两团 是闪验的 它一个打出来的变化 就是白色的那个点 这张也是闪验 那这张呢 就是可以看到很细微的 这个是磁场 一根一根的线 一根一根的线 形成磁场 一根一根的线 形成磁场 然后从这里面 可以从磁场的疏密程度 了解到 这个corona mass ejection 打出来的时候 强烈磁场的变化 来估它的量 那这个就是它磁场 看到没有 一个根磁场的变化 一个根磁场的变化 那这张两张图 右边这个就是 从我们的可见光里 看到了磁场 可见光看到了磁场 那左边这个图呢 我们看到是2006年拍到 这个里面看到了磁场的强度 越黑的区域越大 那就磁场强度越大 然后当然就是黑子 因为黑子本身就是磁场的变化 那磁场的变化 造成它温度比较低 所以形成黑色 那但磁场的密集度 你看不到 那右边这个图 就可以看到它 磁场的密集度 那这张就是说 Corona Mass Ejection 日免喷流物质 你注意到 这是太阳 你看 那个日免喷流物有多强 太阳这么大 它的量跟太阳差不多大 我有这两张不同的照片 左右两张 从不同的角度拍过去 可以看到 它喷出来 你看那个量有多大 整个cover 整个跟太阳一样大 开玩笑 太阳跟地球怎么比 对不对 所以地球如果真的打到这个上面 不得了 但是大家也要放心 就是说 一旦 我们正对的太阳 如果真的打过来 它还要看它的磁脊 你的磁脊是不是跟我一样 你的磁性呢 跟我一样 对不起兄弟 损害少一点 但是对不起 如果磁性相反 一个正极 一个负极 那就全盘接收 那就造成很大的伤害 好 这一张就是 右边 这个是日缅洞 一个黑色的这块 左边就是 同样一个时候的照片 在日缅洞的情况 打出来以后 它的corona muscle 也接近 喷流物质 喷出来 正下方 大概180度位置 可以看到 一大片白色的东西 那么这张 就是我们的大气层 大家很庆幸 太阳因为有日翘 保护了所谓的 外面太阳系外的高能力质 它没有办法进到太阳系 太阳系的日翘 日光层 保护了我们 整个的太阳系 同样 大气层 也有好几层大气 对流层 平流层 中间层跟热层 将近上去 大概1000公里左右 当然中间 还有个臭氧层 这个里面 保护了我们大气 太阳光 不好的东西 全部被这四层绿掉 然后当然 还有一部分的紫外线 被什么 臭氧层绿掉 但是我们的臭氧层 会变化 像呼吸一样 忽大忽小 注意到一旦 臭氧层空了 紫外线 从臭氧层里 透到地球上来 怎么样得皮肤 为什么呢 因为臭氧层 基本上 它能够阻挡 10的负六次方的紫外线 一旦没有阻挡到 10的负六次方 就波长了 米的紫外线 直接打上来 刚好 对不起 人体的皮肤多少 10的负六次方 刚好门开 开得刚好 所以很容易受伤害 造成皮肤外 这张照片是太阳跟地球的 太阳我刚刚讲过了 对不对 而且太阳的周遭已经讲过了 好 太阳本身对地球的影响 看右边是地球的磁场 一旦我们的 现在就是 coronavirus 已经打出来了 然后右边这样打了 正对 而且磁性刚好相反 全盘接收 整个 这就打过来 打过来 而且它马上就会 开始 马上看到没有 就好像一个炉子一样 烧在一个炉子上面 地球的磁场就开始产生保护作用 但是一看看 你的磁性跟不跟我一样 跟我一样 对不起 那就没有问题 损害少一点 不一样 对不起 打上来 从这个地球的磁场的 最边边上的翘尾巴进来 我们看下一页 好 看到没有 它挡到一部分 一部分没有挡到的 就是红色的点 一个个进来 进来怎么样 就产生 地球中间那个蓝色的那块 就产生所谓的机关 极光 但是我建议 极光也是高能粒子 当然有些人很希望 去看这个极光 你看到它的时候 它已经到你身上 你要注意到 人体本身 对这种高能粒子 也是有些人体质好 有些人体质敏感 对体质敏感的人 也会有若干的影响 那这张照片告诉大家 看起来好像 对地球的影响 只是对飞机上的电子系统影响 对人造卫星GPS的影响 对人造卫星的通讯的影响 以及地面的电厂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好看的 北极光 我刚刚讲 为什么呢 地球的磁力线 进到高层大气 而且产生地磁风暴 造成大家光光 抢破头 花15 20万的钱 去看这个东西 但是它的缺点 我举个很明显的例子 这是1989年的3月份 Corona Mass Ejection 这个日缅的喷流 来产生极大的地球磁暴 这个磁暴 很不幸的 就在加拿大的魁北克 注意到我左边这张图 魁北克就是在我的 那个钉子 图钉钉的那个位置 你可以看 右边这张图 这个是当天拍的人造卫星照片 通通都是漆黑的 看到没有 那一条线 通通为一个红色的线拉起来 那条线几乎都是漆黑的 根本没有什么人了 周遭 像下面就是有人对不对 没有打到 上面是没有打到的 对不对 整个电厂 20亿美元不见了 20亿美元不见了 而且停电了12小时 有500万人受灾 好 这个我现在来讲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是第21个cycle 我刚刚讲了 这个太阳风暴 对地球的影响 对不对 那么 产生对电子系统 好像对我们人没有关系 但是对气候有影响 我刚讲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大家看 这个是第21个cycle 也就是1976年 到1986年 大家注意到 1976年 在太阳 21个cycle的极小期 大家注意到 1976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唐山大地震 在1976年 7月28号 就是在它的极小期 当然这个 必须要找到实证 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 我们就在小心地求证 这第一个case 第二个case 这是cycle 24 2008到2019 在下降了那段阶段 注意到2002发生了 大概2002发生了什么大事 下降这段快到底 还不到底 SARS SARS就在这个下降那里 然后我们再看 第24个cycle 24个cycle 往下来对不对 最下面那个cycle对不对 24个cycle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 是24个cycle的头 右边 是24个cycle的底 2008年 大家看发生了什么大事 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号 汶川大地震 看到没有 是在minima 最低点 看到没有 那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 武汉的肺炎 看到没有 两个极端点 所以我刚刚讲了几个case 我刚刚介绍了太阳 我刚刚介绍了太阳周遭的环境 我刚刚也介绍了地球周遭的环境 然后太阳有不好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造成很多电气的伤害 对气候的伤害 现在对地球上 这些现象 如果从霍兰力来讲 可能很小 不足为奇 但是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 我现在只举出来这几个事例 但是实际上 还有很多很多的case 我们可以一一看到 这些东西代表是说 在太阳minima跟maxima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喷出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对地球的某些活性 甚至大气层 有影响力 甚至影响到人类 不知道 但是根据我们几个case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里面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太阳黑子的cycle 第24 好像是越来越小 但是它产生的灾害 好像并没有变小 好像并没有变小 22 23 24 所以说从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能不能用科学来解释 那现在美国的科学家 就用科学来解释 那这张图代表美国科学的进步 注意到这个是分辨率 美国的太空船 最右边的解析度最高 你看看得很清楚 实力线的变化 然后左边的两个 看得就不清楚 表示科技一层一层的发达 我们透过这个高科技 看到了太阳 资讯越来越多 资讯越来越多 在下面我要讲一个 很怀念的教授 好 我现在放这个网页 这是我个人在学校的网页 www.fu.idv.tw 那是我的研究生 那我的学生 我主要张这个看 要看 我要怀念一个人 就是这个阿拉巴马大学的 太空电疆 太空以及太阳研究中心的主任 吴斯散吴教授 那么这位我在Colorado 这个Boulder Aerospace的学长 他比我早期 这个航空系毕业 我是比较晚毕业 但是他对我非常的好 那么从2000年 一直到2017年 他常常来我们学校 就讲太阳 跟我们了解太阳 我也有几个研究生 因为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我博士论用一部分 是人造卫星 我把太阳加进去 做了一些东西给学生用 那学生就去国外发表 那么这个吴教授指导的非常 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指导 那么这张就是我在风车的照片 这是他本人 然后很不幸 他2017年的5月20号过世 80多岁 最后是躺在工作的桌子上过世 所以我非常怀念他 这边特别讲一下 他不但是美国在阿拉伯 大家知道阿拉伯马大学的太空系 非常有名 他是那个中心的主任 创那个中心的主任 他不但研究太阳 而且把太阳的应用做得非常好 跟NASA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大家知道阿拉伯马大学 这个阿拉伯马州 是美国红石兵工厂所在地 红石兵工厂 是美国飞弹的发源地V2 所以表示说美国V2设在那个地方 跟阿拉伯马有密切的关系 从他那边得到很多珍贵的资讯 所以在这边讲到太阳 特别要讲到他 特别要讲到这位吴教授 对我们受益良多 回到主题的时候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现在要放 这个要讲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2018年的9月6号 新墨西哥州的太阳观察站 突然停止 然后在9月6号又重新开放 这个里面不知道有什么蹊跷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呢 红的地方就是太阳观察站的位置 那注意到红色的地方在下面 上面的这个 这个罗斯威尔在他右边 罗斯威尔最罗斯业 上面是阿拉伯 美国的核子重镇 左边是他的空军基地 这一块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 研究高能武器的中心 然后他一个高能武器 太阳的观察站 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在2019年 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 那么后来新闻就不了了之 2018年的9月6号 又重新开放 我只是告诉大家 有这么一回事 那么有人说 有人说 当时开放的时候 有人拍到一段影片 2018年9月11号 尹尼安老师拍到一个影片 在这个南极下面 像南边的下面 有一个黑点 是不是什么不明物体 我只是提出来 给大家做个参考 最后我要讲一个 2020年1月29号 也就是上个月的月底 上个月的月底 Poker 美国最重要的研究太阳的 他又研究 为什么呢 就是太阳表面 这个为什么温度特别高 太阳里面在黑子区的下面 才5000 将近5000多度 到了上面300倍 200万度温度 为什么 为什么最热的地方 在表面 而不是在里面 所以Poker望远镜 太空太阳船 要研究这一个 最重要的消息 那么这张就是 他在照到的情况 拍的这个影片 好 我们现在注意到 我为什么要这张照片 这个注意到 那个黄点是太阳 他不能够太接近太阳 所以他每次 像椭圆形的轨道 长周期 经过一圈就避过去 经过一圈避过去 为什么 因为防止太阳上 太空船上的贵重仪器 虽然有遮阳板 但是怕受到损伤 好 我们现在就放一部影片 作为这个主题的一个结束 现在这个太空船 就是带着整个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太阳地球上有一个罩子 罩住 对不对 那太阳光 这个 这是帕克望远镜 不断的高能指点 打到他 他照样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那么这个里面说 这个太阳是每十一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他 磁场的变化 然后可以看到他 整个的 coronavirus rejection 要打出来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左边 就是炙热的太阳 它是fresh 它闪眼 看到没有 刚刚黑色的东西 就在CMV打过去 然后帕克就是要研究 近距离的查看 帕克 近距离的查看 他发现了什么 dust 太阳附近 我们看到 这都是尘埃 对不对 但是越靠近太阳 这个尘埃都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太阳光太强 把它一层一层的 全部融化 一层一层的 全部融化 这是第一个 然后紧接着 我们看 第二个 switchback 注意到 它打出去的日缅 一些相关的重要的东西 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 它打了去 你看 这个是弯曲的东西 打出去的光 它会折回来 看到没有 不是直线 它会折回来 代表 switchback 它会折回来 当然折回来 对它自己有一点损失了 看到没有 折回来 回去了 看到没有 这是第二个特色 以前没有发现的 第三个就是turbulence CMV打出来的时候 大量的turbulence 打在上面 看到没有 原来我们以为是 越后面 能量越小 对不对 就落下来了 对不对 但是不是 它越后面 2019年4月16号 概念面都是直线走了 表示它走了这么远 它的能量还这么强 不断不断的 往外喷射 CMV 所以我刚刚讲 2000亿个广岛的原子弹 相当于的量 它CMV喷一次 就是这么多的原子弹 第四个 breaking point 就是临界点 什么临界点呢 就是说 你整个 整个 coronimacy 日免打出来的时候 它自然就形成 大量的指点 形成太阳风 向外射出去 看到没有 拍出来的 看了 coronimacy 你看到一团一团的 物色 喷出去以后 喷到哪个轨道 哪个就遭殃 一团一团 但是这个东西 一团一团 它本身产生的 能量的变化 科学家 有了量化的数据了 以往没有的 第五个 small particle events 就是它发现有很多 很多小的pallico 这个小的pallico 以往我们没有找到了 一团 CMV就 啪 打出去了 打出去以后 还有很多其他 打到地球上来 你看 啪 一团 你看 你看 这个coronimacy 绝训 2000一个广告原子弹 直接过来 直接过来 打到就算了 没打到 当然很好 你看你的即兴 那 pallico 这个parker的太空船 就开始收集这个指点 你看了没有 你看 打出去了 看到没有 右上右边 打出去 打出去 好 那会不会对太空力有影响 它的量有多少 会不会直接影响 这个通通都要计算 通通都要计算 这就是parker 五个重要的成就 五个重要的成就 这个里面告诉大家 从parker 为什么要取parker parker 这位教授 目前还活着 他们还访问过他 当时发射的时候 因为parker教授 在研究太阳 可以说是 其中最早研究太阳 早年还被人家奚落过 他到了最老最老了 几十年 他是专家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 就是利用光照 来看到日免打出去的时候 因为普通太阳太亮了 光球太亮 你根本看不到 第一个射球也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透过这个 不但可以看到光球 看到射球 还可以看到CME的变化 今天就用parker的这个太空船 作为一个结论 告诉大家 太阳对于我们有利有害 当然是利多于害 如何在这个利里面 让它放大 把它这个害呢 尽量减到最小呢 这就是全世界期待的目标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